将伤者从建筑屋内抬出 俄军11号空袭乌克兰奥德萨 再把死伤人数往上加 当俄军又发动猛烈攻击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仍正在罗马范蒂冈建教宗方济各 而这已经是泽伦斯基欧洲行的第四阵 过去一天内 泽伦斯基连跑三国宣传胜利计划 同一天泽伦斯基也握了 法国总统马克宏的手 马克宏也为乌克兰打了一季 强行针 而在早一些时间 泽伦斯基人还在伦敦唐灵街 拥抱英国首相施凯尔 是否放行乌军 使用英国暴风引飞弹攻击 俄罗斯境内还在等英国点头 泽伦斯基下一站是德国柏林 就盼快闪欧洲能带回更实际的军援力道 建讯文雅 慧文 陈思寅报道